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的人都从台湾和韩国竞争的角度来思考中韩FTA对台湾的影响 相关的官员以及人士也纷纷地发出了警讯以及表达了他们对台湾经贸发展的忧虑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访政治大学外交系刘德海教授 除了要谈中韩FTA的对台湾的影响以及我们的阴影之道之外 也将请刘德海教授从北京和韩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次中韩FTA的签订 我们先问候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教授这一次的这个APEC会议结束之后 那当然在会议期间大家非常瞩目的就是中韩签订了FTA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一次的自由贸易协定呢有人说可能是史上对于台湾经贸发展的可能影响最大的一次 那也是大陆历史上最大的让利 当然获利最多的是韩国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可以是这样说的 因为在农产品方面来讲的话呢 大陆并没有要求韩国开放稻米啊 苹果牛肉等六百多项的项目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韩国所在意的 但是呢 就不用开放 那应该是韩国最大的获利 那当然其他的因为FTA而进入大陆市场的韩国产品 那当然不在话下了 但是韩国从头到尾最在意的就是农产品的部分 而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双方在这个汽车产业来讲的话呢 就双方都不开放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整个来讲是对韩国最有利的 因为他所在意的并没有被要求完全的开放 而相对的呢 在韩国比较具有竞争力的石化钢铁机械等产业呢 都获得了开放 而且呢预期在服务业贸易上来讲 韩国也是具有利的地位 当我们看到中韩签订了FTA之后 我们在媒体上多半看到的报道呢 都是从台湾跟韩国的竞争的这个角度 来思考中韩FTA对台湾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不可会言的这对于台湾经贸的发展 的确是影响非常的大 那正如我们的经济部也发出警讯 这个影响多达可能会高达386亿的美元 那对台湾的影响真的那么的大吗 那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呢 确实是非常的大 因为呢 韩国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冲击呢 或交集的部分是非常多的 尤其像这个面板啊 半导体啊 等等产业呢 都是主要的部分 但是其实这个冲击 我们看在目前大家看到的 只有在贸易的部分而已啊 其实这个冲击比这个还要大 最重要的就是呢 台商未来跟这个台湾之间的关系呢 将会被切断 因为目前来讲两岸的贸易 仍然是以台商从大陆进口了 台湾的一些主要的产品 然后最后在大陆拼装以后 卖到欧美去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将会因为的这个 韩中的FTA的签订来讲的话呢 不再从台湾进口 因为再从台湾进口 要会打税嘛 那他们不是说 从大陆当地的进口 韩国的进口 或者是台商在东协的 这个产业进口 甚至台商整个上中下游 都移往大陆 这样子的话就代表了台湾跟 跟台商的关系整个被切断了 这其实才是最严重的部分 那另外当然就还有 就是讨论到外资的这个转移 包括了日本都不一定会再继续对台湾 大幅的投资 到目前为止 ACFA的这个 Early Harvest Program签订来讲的话 获利 我们台湾获利最大的外资 主要是来自日本 但是因为呢 如果韩国那边的生产 然后到大陆是零关税的话呢 那日本日资也有可能 会转移到韩国去 从韩国进大陆 或者是呢 未来日本跟韩国跟中国签订FTA 这个情形也都有可能 无论如何 这个对台湾来讲 冲击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不仅是经贸数字的影响 对于这个台商的关系 对于外资的转移 其实影响都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呢 因应之道还是要 所有的台湾的同胞 必须要了解到的就是呢 这个两岸的关系 就是台湾目前的经济的生存之道 所以必须要完成了 这个货品的贸易的协定 要尽快的完成 然后呢 再就是服务业贸易的协定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在未来 可以加入了 这个亚洲经济的整合的 这个区块里面 否则的话呢 这样子的来讲的话 出走的这个订单呢 将不会再回到台湾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能我们放在单一的产业 或者某个个人的利益 要从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来着想 否则的话呢 这个未来的冲击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是当然中韩签订FTA 对台湾的冲击跟影响 可以肯定是非常的严重的 而且的确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在这个中韩签订FTA之后 对于大陆北京的影响 跟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这个上台两年 那其实他在这两年期间呢 大力的提升这个大陆的国际政治 跟经贸的地位啊 那从这一次的中韩签订FTA 以及这一次APEC会议当中 他所签订的一些协定 以及他的一些做法 对于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因为呢 中韩签订的FTA 实际上代表了 在整个亚洲经济整合的区块里面 目前居于比较弱 或者是比较缺乏的 就是在东北亚的部分 并没有任何FTA出现 那因为了 这个中韩FTA的出现来讲的话呢 就使得东北亚成为了 这个里面来讲的 在韩中变成了这个东北亚经济整合的轴心了 甚至这个影响力 因为这两个都大经济体 影响力可能会冲击到了整个 这个亚洲经济整合 东协加6的区块里面来讲 中韩的力量大为增加 也因此呢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所提出来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路线图呢 这一次来讲都能够在北京获得通过 也让美国方面来讲有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美国在这边来讲 不得不在这个ITA部分呢 跟中国达成了协议 因为否则的话呢 美国总统他欧巴马的 他回去美国一无所获 他必须有些东西能够所获 因为在TP部分是完全没有突破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非常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长年以来 一直希望他能够在亚太地区 对于亚太的经贸有他的主导权 但是在过去很多年来 其实一直受到一些大国 或者是美国的影响 很难这个顺他的意 如他的意 那这一次APEC之后呢 他这样的一个地位转变 是不是非常的明显呢 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 就是说强龙无法压地头蛇 毕竟地缘政治决定了一切 这个韩中FTA就是一个代表嘛 然后呢再接下来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也大幅的强化 甚至这一次连中日 都也举行了这个高峰会 所以这一次来讲 这个欧巴马来到的这里 参加这个APEC 实际上他真的是手上 没有任何的谈判筹码 也是显出显出来了 TPP只是一个进花水月 要想达到TPP呢 大家对这个的 他的信心也大幅的丧失了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 要回归到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所以这样子来讲 凸显出来 未来甚至亚太跟欧洲 会结合起来 成为一个亚欧经济区块 这样子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 是具非常不利的地位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您邀访的是 政治大学外交系的 刘德海教授 所以从教授您刚才的 谈话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在大陆长达十多年的 冲刺跟挫折之后 那他们希望的 在亚太地区的 经贸领导地位 终于可以在这一次的 北京APEC会议之后呢 借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取得了一些突破 可以讲说是巩固了 这个领导的地位 因为其实 这个2010年之后呢 实际上 中国已经就成为了 亚洲的经济整合的 这个龙头 但是呢 就是刚刚提到 在东北亚的部分呢 一直没有办法 能够 这个巩固下来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因为了这个中韩的FTA来讲 那在东北亚 这边来讲 巩固下来 而且相信 很快的日本 也会在这个中日韩的FTA上来讲 做出让步 来完成这个中日韩的FTA 那换句话说呢 就整个亚洲的经济整合 就可以到此 基本上是底定了 是 这个亚洲的经济整合 大概可以从这次 APEC会议当中 大势底定 然后之后呢 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出现 之后 就来讲的话呢 就是 朝着这个 亚太FTA的路线前进 的之外呢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刚刚提到的 Mega FTA 就巨型的FTA之间的 这个互动了 那就是包括了 这个亚洲 亚太FTA 或者是目前的 这个东协加六的 这个模式 这个区块去跟 这个EU方面的 进行的互动 那就是要 最重要就是要高铁的完成 这个高铁线的完成的话 如果的话 这个就可能会达成 在目前阶段来讲 这个 这个跟EU之间的互动 也会不断的加强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几年来呢 这个中国领导人 不断的前往的 这个EU 实际上就是在 为这个亚欧两大区 区块的衔接呢 要做下 定下来这个路线 所以这个 这个陆路的 这个高铁的思路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衔接 是 我们回到韩国这方面了 那这应该是 2012年5月 这个中韩启动 FTA谈判以后 隔了30个月 那就达成了一致啊 而且我们说是 大陆其实让步蛮多的 那韩国获利非常的大 大陆是不是为了要取得 北京方面是不是为了要取得 它的亚太经贸主导权 所以愿意做这样的让步 而且在 其实也不算太长的时间当中 就和韩国达成了FTA的协议 当然明显的是 北京方面是希望 以这个经贸的利益来换取 它的政治 跟战略的利益的 因为不论是政治 和战略的利益 其实都是针对 跟美国之间的互动 那所以的话呢 这次来讲 中方达成了这个目的 那在韩国方面来讲的话呢 韩国呢 也是一直想要 就是普景会的政府 一直想要构建一个 中美韩三角的特殊关系 也就是说 韩国可以同时跟 世界两大强权 也是我们区域的两大强权 维持紧密的关系 这样子的话呢 就使得韩日之间的竞争来讲 韩国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 更不用讲说这个FTA 在韩日的经贸的这个竞争来讲 也让韩国取得了优势 还有呢 普景会在推动他的这个 这个经贸的策略来讲 基本上是采取一个 借力使力的策略 也就是说 这个当这个FTA跟 这个中国接上线之后呢 在未来 譬如中国推动了 思路的高铁的这个外交啊 等等啊 韩国都愿意加入 而且最终呢 他可以获得最大利益 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的 亚太的FTA的 路线图上来讲 普景会公开的表示了 全部的支持 所以这个来讲都显示了 这个韩国来讲的话呢 深切的理解到了 地缘政治在 21世纪的 这个地缘经济的重要性 是 我们知道韩国哈 还没有和韩国这个地缘FTA的 大概只有日本俄罗斯跟巴西 那这一次中韩签订了FTA之后 也会不会加速了这个南韩和日本俄罗斯 甚至于巴西他们一些自由贸易的协定的签订呢 可能性不是太大 因为目前的普景会的策略是要尽快的跟这个纽西兰 跟墨西哥完成FTA 因为在这个TPP里面的12国来讲的话呢 有5国原来是跟韩国没有FTA的 韩国所以要已经现在跟这个澳洲已经签完了FTA 去年签的 今年跟这个加拿大也完成了 目前的话呢 就是剩下纽西兰跟墨西哥了 那日本是对韩国来讲 可以没有必要签的 因为日本是韩国最大的赤字来源 如果再签FTA的话 那它的赤字将会暴增 会暴增 对 那俄罗斯来讲的话呢 当然韩国会考虑签 但是俄罗斯不是一个积极签FTA的国家 那还有巴西呢 这个是比较远了 那当然韩国是可能会去签 到目前来讲的 这个巴西并不是一个 也很热衷于开放市场 或者签FTA的国家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还会 它的焦点还是放在纽西兰 还有越南 对 还有一个越南 纽西兰越南跟这个墨西哥 这个如果说像这样的话 韩国将是台湾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台湾之后呢 远远就跟不上 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竞争对手了 对 台湾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明天 我们现在说竞争对手 会不会到以后连竞争对手都称不上了 现在已经是这样的形式了 因为呢 我们长期以来的是连日 这个进入中国市场 然后跟韩国对抗 但是呢 现在韩国因为有FTA 它已经取得绝对的优势 然后目前呢 中日的关系还是没有完全的改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原来的策略实际上已经被这一段时间的中日钓鱼台的这个关系恶化呢 而使得我们这个的策略上来讲已经具非常不利的地位 再加上现在的冲击的话 真的是说可能要谈对手都都谈不到了 所以这一次亚太经合会之后 这个最大的赢家是不是北京跟韩国呢 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是 好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谢谢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刘德海教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深度分析 在中韩签订FTA之后 对于台湾 对于韩国 以及对于北京的影响 我们非常谢谢刘教授 谢谢 谢谢 谢谢